而出席欢送晚会的侨胞也透过东森的镜头 向令狐隆达送上满满的祝福 像他的名字一样 令狐外交大天下 隆达侨教贯四海一样 就是我们这次令狐隆达能够高升到加拿大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支付 也是我们侨校 这么多年来在我们海外侨社 跟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希望他隆升到加拿大以后 也能就是步步高升 然后希望有机会能再回来我们美国 为我们所有的侨班再做一些 这是更高更上一层楼 我祝福他永远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节节高升 他应该做到中华民国驻美的代表 南加州是他的家 我们只渴望他能够常常回家来看看我们 欢送晚会的现场 令狐大使抗力 礼数非常周到 一桌一桌的敬酒 表达他的信义 同时他将在星期三13号中午 从洛杉矶搭飞机 前往加拿大首都沃泰华 新任的洛杉矶处长 夏季昌也将于13号下午1点半 从休士顿抵达洛杉矶上任 按照惯例 前后任的处长将不会碰面 感谢观看